大家好,我今天来说一个新南威尔市这地方上的环保有关的话题,非常有意思 这就是Bellingen这一带的风景,很多是这样的 它看上去有点像英国风景 那英国这样的风景它是怎么形成的呢? 就是大量的树木砍伐,再从事畜牧业 你看这个草山包都圆滚滚的 那这是由于为了便于畜牧业的发展,然后原始森林都砍掉 有人就号称说英国没有一寸土地,不是人造的 所以呢,它所谓的自然并不是原始的自然状态 那现在这个新州呢,你走到很多地方看也有这样 这些年呢,就是环保主义者呢,他就抗议说环境破坏太厉害了 你们呢,不应该这样对待我们的环境 你砍得太厉害了,恢复不过来 那这一带地方呢,就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很丑很丑的 那如果本地有旅游的话,这游客就不爱来了,对不对 所以呢,这个树林呢,对于环保主义者来说 他关心的还不是旅游,他关心的是这些原始的森林被砍掉了 所以环保人士就说,那你既然有这个再生林的这个林场 你为什么不到他那儿再去砍他那个新长起来的 这个镇上呢,就是自从再生林的这个林场都已经又长起来了以后呢 它的风景也还是很美的,只不过可能树种更加单一一些了 那又住着新搬来的居民,那他们觉得他们享受的也是很美的风景 所以那我凭什么让你把我这儿的森林又砍掉啊,还是砍你们的去吧 所以这样的话,在地方上呢,这两派的势力自己都是属于环保人士 自己跟自己就打起来了 那这地方政府也很有意思 当地的地方政府呢,是绿党 这是和他原来崇尚自然的人为主是有关系的 所谓的那些treehugger,拥抱树的人 绿党的政客上来以后呢 大家满心欢喜地以为他们会支持环境保护相关的这种政策 但是听当地的人说呢,他们不一定愿意支持 原因是什么呢? 是这些政客他上台之前啊 他不是关心真正的环保 他一直打着环保的旗号 可是等到他上了台以后呢 他发现,哎,这环境保护不那么容易啊 有各种各样的利益在这里边了 你比如说伐木林厂 他能够给你这地方上带来这个经济 给你带来就业,对不对? 你到底是支持种树 你还是支持这个砍树啊 那你如果要是一下子贫困问题解决了 就业问题解决了 这是不是对你政绩是更好啊? 他在权衡不同的这个利益的时候呢 他有可能就把环境保护相关的利益就给忘了 所以他明明是这个环保的这种政党 他却做出来了不环保的政策 这非常有意思啊 除此以外呢 还有就是在这一带经过多年的这环保人士的抗争啊 他们建,决定要建这个考拉公园 多好的建议啊 这里要有考拉公园 满地都是考拉 然后再有很多游客到这里来看 对经济也好 对这个环境也好啊 可是呢 伐木的这个企业呢 觉得 嗯? 那你们要都做成这个自然保护区 那我们怎么办? 那我们哪赚钱去啊? 所以呢 他们就急急忙忙的 现在趁还没有批下来 就把这个树木是能砍多少就砍多少 而且他们的吃相非常难看 可是这个地方政府就这特点呢 审批速度齐慢 审批完了以后建设速度就齐慢 所以这公园呢 还没建成呢 这个保护区 考拉保护区的这个还没建成 但是已经 这个树都快给砍没了 这就是澳大利亚这地方的环保的事情 不是全国都是这样 但是这还是最环保的地方 他的这个做法有意思吧 好 说到这里 再见 好 再见